上次做過女角的造型影片之後 我們被人上集念了一下 想說這樣子有男沒有女這樣不太好 而且他覺得我們講話太古怪了 對對對 所以我們這次要平時一點講男的 那我們是第三名要介紹的是這位賽威爾先生 賽威爾也很帥 對對對 他不論是個帥哥還是個好哥 你看溫柔的妹妹 獨立的妹妹 還有受祖宗的血脈 而且他的地板有太多像的 因為他是個多情男 你知道嗎 他可能就是那種需要唱 給我一杯忘情水 等那種人 就是他傷背負的太多太多了 哇 是個帥氣的男角 帥哥 背負的事情的男角是最帥氣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第二名 第二名是這個 銳智的詩心戰俘雷奧 是個獸人主 對 沒有錯 我記得我們上次有一次影片 一直在吵他講Furry Furry Furry的 是他嗎 是他吧 可是你看他在框框子胸抗 我覺得那個人會一直叫Furry Furry Furry 是合理的 欸我突然發現一件事情這樣不行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看過我的影片 沒關係 我們右邊的推薦連結有影片 大家可以慢慢的看看 哇 我覺得我們這樣子一個 直接操入工商的話 這樣是不是不太好 反正也是工商自己的影片 好吧 那你看這個 下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名 我最喜歡的下一名是誰呢 原來他不在 課金召喚裡面 你知道他在哪裡嗎 他在這個一般召喚 只要用金幣就可以召喚 所以是阿基里斯大大嗎 沒有錯就是帥氣的阿基里斯 那個111關棍就是影片蠻可愛的 他不甘可愛 他還是最值得信賴的大哥哥 你知道為什麼好嗎 因為我在遊戲裡面的時候 都靠著他的必殺技 一次打掉很多人啊 火星龍也蠻可愛的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火星龍的進階 啊搞不好哪天火星龍會覺醒 後來他就騎在上面 變成真正的龍騎士啊 看這個紅色的盔甲 這個大槍槍 哇 你知道跟誰很像嗎 跟長商罩子龍一樣啊 那就七進七出 太厲害了 那他要救阿斗嗎 他不會救阿斗吧 不過這次因為我們比較難腳 就不要抽了吧 嗯好不要抽了